到底這件事情民進黨的黨主席蔡英文 該不該表示看法 該不該道歉 大老 好 我先講突醒者 再講蔡英文 我覺得突醒者他就是 我一向覺得說作為一個醫生 他的思維邏輯常常短路 他講一些不應該講的話 如果柯建民非講那個 非講那個敗筆不可 那我覺得他昨天在台大醫院講的那些話 他才是大敗筆 我覺得是比黃偉哲更加敗筆 那我覺得他是一種打完以後的餘戌 就是說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他那種情緒還在 你跟阿里班嫁啦 你嫁中心 但是他的理論只是說 你在第二線 這個東西不會打到你 那個東西只會打到第一線 他這樣一拋 難道第二線就不會打到 因為第一線會閃啊 人家剛剛逢完然後貼了紗布 你出來講一看風涼話 我覺得是非常的不應該 但是我要藉這個例子來講說 我們常常喜歡講說 這個朝野白天打架 晚上就去喝酒啊 甚至打麻將啊 這個事情是有 但是我們不能把他推論說 這是一個常態 因為白天打架 晚上不喝酒了也一大堆 所以打架以後 還是把對方當成是真正的敵人 這種情況 這個就很明顯 就徒刑著這個 這個就很明顯 第二個我要講蔡主席 我覺得蔡主席實在 我替他真的覺得很遺憾 我覺得他當主席 把民進黨從這個趴在地上 這樣拉拔起來是不無功勞 但是他的形象 他過去大家對他的感覺 已經犧牲了不少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說 他又當了新北市的市長的候選人 他這個就被黨 還有被黨裡頭的極端分子 勝率的綁架的更嚴重了 我覺得他現在 你們都期待他 要講一些道歉的 他講一些比較公平的 我們有錯誤的期待 兩邊都譴責的話 現在他沒辦法講這話 至少兩邊都譴責這可以吧 我跟你講他現在在意的 不是說中間選民的票 他現在在意的說 如果他如你們所願 講那些話的話 他恐怕要去跑新北市 恐怕就跑不下去了 他到每一個鄉鎮 他沒有中間選民的票 他新北市選得上嗎 但是問題是中間選民 他要你我跟你講 做一個候選人 他在意的 當然是最後開出來的票裡頭 有沒有中間選民 沒有中間選民他選不上 但是他現在更在意的就是說 我今天講了這些話以後 我明天我下個禮拜 如何去跑每一個鄉鎮 你去告訴他 極端分子那個省略就來了 什麼價格 主席你也差不多 沒辦法 什麼樣子都這樣說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 顧正亮都講成這樣子 蔡英文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他說國民黨沒有給 在野黨任何空間 我覺得這個任何這兩個字 蔡主席你今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看看王金平的版本吧 我覺得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你想到你講過的話 仔細思考每一個字 你應該覺得 對自己覺得很遺憾才對 難道沒有空間嗎 難道王金平沒給嗎 是給的空間不如你所願嗎 那現在以民進黨的立場 這個有關統徒的案子 是絕對不能過的話 那你所要求的空間是什麼 說比較白了 今天我跟林河明 林河報寫了一篇文章說 國民黨不曉得民進黨為什麼反對 民進黨不曉得 國民黨為什麼非過不可 林記者跟我是交情不錯的 我覺得他學用也不壞 怎麼寫這種句子呢 國民黨當然曉得 民進黨為什麼反對 民進黨當然也曉得 國民黨為什麼非過不可 難道不是嗎 難道不是嗎 但是現在蔡主席是因為她在選 而且她是作為一個 被極端分子綁架的黨的黨主席 所以你今天晚上好好想一想 你要的空間是什麼 是無限空間 是任何人都不能給你的 不知道 你看到他們發的新聞稿 你就知道他要的不是無限空間 他說他們主張行政院長 要到國會報告 給啊 但是後來又收回去了 他說沒有給 不是啦 他指控國民黨沒有給 這個聲明稿我看了 我覺得民進黨是很會責備人的 民進黨到罵人的時候 他文章都寫得不錯 我都很佩服的 你看要不是你功力很深 大部分的你包括中間份子 中間選民看了那個 就覺得他講的有道理 對 我跟你講真的會覺得有道理 但他這是悲者啦 如果你不曉得國會運作 如果你不曉得議事程序 你如果不曉得多數跟少數的關係 如果你不曉得兩岸的微妙 這個那篇文章我覺得寫得不錯 滿痛順的 沒了漂亮 國民黨這件事要反駁了 反駁了 國民黨最近其實在這方面也進步了 但是比起民進黨還是差了一點點 但是你作為蔡英文 你學者出身 你一向其一向不錯 你難道不覺得你走到這一步田地 就是為了民進黨 為了要參選新北市 你其實講了很多 你可以大可不必講的話 好 先用一找個 -8��-9絲